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畫面上是中原季主燈的點燈活動 除了舞蹈表演之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8公尺高的 Q版郭子儀主燈正式點亮 3 2 1 開發 我們最主要設計一個主燈 那我們今年的主燈會比較特別 就是唐代的名將 安死之亂的名將就是郭子儀祖先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有做一個Q版的郭子儀 它只有6公分 那我們今天把它放大100倍 放在海洋廣場 那我想這應該是全台第一個 郭子儀它的顏色 它的設計是由我們一位蔣老師設計的 這個是在2008年就設計好 但是那時候沒有把它好好利用 所以我們今年呢把它花揚光大 這場中原季主燈點亮活動 包括市長謝國良 議長童子偉 還是一樣 唯一我一個女生呢 那今年一樣也是唯一我一個女生 我希望以後我們這些 就是女子將喔 就是女子這些 郭市中心會的姐妹們 共襄盛舉 我覺得這意義很有意義 那今天這個盛舉 我也覺得辦得非常成功 連老天爺都在幫我們 你看那麼好的電器 那我們今年的主軸 跟我們的訴求是平安 那我們希望基隆能夠 擁有更多的平安 然後讓大家都開開心心 那當然前幾天 雖然發生了令人難過的事情 可是我們還是有很努力的 把我們未來的相關工作 要把它後續做好 總之大家一定要更平安 那今天在海洋廣場郭姓中心會 祖譜的這個中心會 來舉辦這個我們的開燈儀式 有一個特別一個郭子儀的意象 我想非常感謝文化局 也非常感謝我們的郭姓中心會 這麼認真的來祖譜我們的活動 那我想我們這樣子的文化科儀傳承 值得我們更多的年輕人來參與 那我想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傳統文化 其實越在地越國際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台灣的我們國際的朋友 都可以來認識我們基隆 這樣發揚這麼久的一個歷史文化 點燈現場也邀請在地團體 進行悲觀演奏 安排現場的貴賓敲平安鐘 今年中元季的主題是平安 市長謝國良也歡迎各地民眾 中元季期間來到基隆 感受這份平安與中元季的文化底蘊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自答案 即使第四季